而臺灣現在的當務之急 就是要提高這個疫苗的覆蓋率 來看到高雄民眾施打疫苗是相當踴躍的 目前施打率已經達到了七成 是六都之冠 對於還沒有施打的七十二歲以上的長輩 今天也開設了五個接種站來服務 一早就出現了補打人潮 光是一個站 一小時就湧入近四百個人 有人沒有達到規定的年齡 也想打 因此被擋在門外 另外有一名七十二歲的富人 接種後出現了胸痛的狀況 當場被緊急送醫 這位富人上次錯過沒打到疫苗 一早趁著雨停趕到現場報導 但是心裡還是怕怕的 因為緊張沒有睡好 加上日前又摔了一跤 接過打完疫苗之後 坐在輪椅被推了出來躺上 擔架 準備送醫 不斷垂胸喊痛 這名七十二歲的富人緊急被送醫 診治 目前住院觀察中 高雄疫苗補打總共有五個接種站 在高雄展覽館這邊一早就出現補打槽 即便很擔心還是想打 還有涉及外線式的也能救濟在高雄居住地來接種 有人則是沒有達到規定年齡 當場被擋了下來 高雄疫苗施打率打七成 十六毒居灌 七月一號到四號四天共打了八萬零九百一十一劑 而七月五號再分配到十萬兩千多劑的莫德納疫苗 接下來也將按照年齡往下打 華視新聞邱君平榮浩北高雄報導